这里是巴西 我所在的城市是圣保罗 拥有超过两千万的人口 是巴西乃至南半球最大的城市 2月22号的周末 也就是一个多月前 人们还在庆祝一年一度的狂欢节 沉浸在巨大的兴奋之中 大家穿着彰显自己个性的服饰 在拥挤的人群中 和移动舞台巴士上的乐队 合唱 好影 新冠病毒只是在遥远的地球另一端 一万六千公里外 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新闻故事 2月26日和29日 巴西确诊两例新冠肺炎病例 两位患者均为圣保罗居民 近期都曾到访意大利 直到三月中旬 各个公司在市政府和州政府的号召下 陆续都实行了在家办公的政策 并提倡居民减少外出 尽量自我隔离 所以能看到街上的行人明显的减少了许多 马路上主要是私家车 及摩托车在行驶 戴口罩的人并不十分常见 一来是疫情初期 官方发布建议指南 明确要求民众不要戴口罩 将口罩留给医护人员 患者等真正需要的人 二来也没有地方能买到口罩 我尝试问询了多家药店 早已脱销 并且没有任何预期可以补货 巴西航空工业在全球飞机制造业排行第三 在波音空客之后 圣保罗是仅次纽约及东京的直升机运输量第三大城市 平日繁忙的天空 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有飞机或直升机飞过 现在看起来沉寂了很多 街道上的小店都已吸收关门 包括卖花的花车 餐馆 理发店 以及往日雷达不动 每天都有球踢的足球场 现在也是空无一人 外卖平台的服务还在正常提供 外卖员也是目前街道上看到的最常见的骑行者 超市还在正常开放 里面的日常用品供应也还算正常 排队的时候 人们会注意保持距离 尽管多名政治精英被确诊 巴西的确诊病例也逐日攀升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至今仍然抗拒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 继继续着巴西不能停摆的宣传 为表示对博索纳罗政府不作为的不满 居家隔离的巴西民众发起敲锅运动 敲响锅碗瓢盆 要求博索纳罗下台 他们尖叫 呐喊 甚至播放国歌 来表示抗议 3月27日 博索纳罗下令取消对教堂及其他礼拜场所的禁足令 在法庭上遭受失败 3月30日 脸书删除了他此前一天发表的视频 截止4月9日 巴西确诊病例为18145人 日新增接近2000人 累计死亡病例954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